Hello,大家好 我们进入前面的课堂来跟大家讲 我们来讲一下PS切片 它的导处的时候 它的名字及如何来命名 先还是打开我们的课件 在课件上面我们看到有两点 第一点,切片的导处和保存 第二点,切片的重命名 我们先看第一点 这个切片到底是如何来保存的 也就是说如何来输出的 先还是打开PS 打开之前已经变分过的一个切片文件 我们放大一下 OK,我们现在点击一下切片工具 按一下快据键C 点击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说的切片了 它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现在 这个切片基本上已经做好了 当然 这个产品展示这里 这些下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 我在这里的话 为了节约时间 就不再一一的做切片了 我们现在如何来导处呢 也就是说如何来保存 我们现在看一下头部 在头部这里面 头部里面的两个图片有点特殊 第一个是logo 那么第二个是 这个搜索这个图标 那么这两个图片 为什么会突出呢 就是因为 这两个图片 它是需要一个背景透明的 那么很明显 需要背景透明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背景给它隐藏掉 先来找到头部 找到头部里面的图层 我们把这个背景给它隐藏掉 以及这个文件本身 它还有一个白色的背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背景就已经隐藏掉了 OK 那么头部里面的logo 以及这个图标 图层的隐藏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的一些图片 它就不需要 把图层成一个png了 那么我们就给它 设置一个gpc就可以了 OK 我们现在点击 存储为外表索缘格式 点击之后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面板的 左边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查看切片 我们点击第一个 那么很明显 现在这个切片 就已经被选中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格式 设置为png24的 第二个 这个也是png24的 然后下面这个banner banner个大图的话 我这里可以设置为png的 也可以设置为gpc的 当然不要设置为gf的 如果说你设置为gf 那么就可能导致啊 gf图片 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显眼啊 我们把它设置为gpc的 这下面也是一样 还有这里那些小图标啊 我们都把它设置为gpc的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给它导出 也就是直接存储为 找到这个 你这个图片 要存放的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 这个桌面上面 也可以放在这个硬盘里面 好 OK 那么现在这个切片 它的格式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直接点击存储 保存 我们回头看一下桌面 在桌面上面呢 它自动的生成了一个 images文件夹 我们点开这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面 它全是已经做好的一些切片 但是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一下 切片202 切片205 这些名字啊 它出现了一个中文 并且这个名字 它是杂乱无章的 那么 这个切片的命名呢 我们需要重新来给它命名的 那么具体如何来命名呢 也就是说 它的命名的时候啊 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这个图片 它最终是 它最终是要放到网页当中啊 因为这个网页 在网页当中啊 这个图片的格式 不允许出现一个中文 为什么说不允许出现一个中文 这个中文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中文的图片呢 在互联网上面浏览的话 有的时候服务器 它并不支持 所以说这个图片的名称啊 我们最好给它改成一个 中文的并且图片的名字 也不要出现以 特殊的 也不要出现 以特殊的字符为开头 那么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 星号啊 大禹号 这些特殊的符号 OK 我们现在给它重并名一下 比如 imagine 杠一 这是第一个图片 那么依次把这个图片的名字 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切片了 我们在导出之后啊 还需要把这个切片的名称 全部改过来 改过来之后啊 我们才可以把它放在网页当中啊 这是本节课给大家讲到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 切片到底是如何来保存的 并且 在导出的时候啊 这个切片的格式 如何来选择 第二个知识点 切片的重命名 为什么要重命名 OK 这是本节课给大家讲到的两个知识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